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指数是创新高 可是过去这一年有很多人并没有赚到钱 应该这样讲 没有赚到大钱 很多人有赚 那可能赚赚赔赔 所以过去这一年 其实坦白来讲也已经走入历史 检讨一下为什么过去这一年 你没有赚到大钱或甚至没有赚到钱 你面对即将来临的2022年 重新调整脚步 我们来看加权股价指数 指数今天在封关的时候量缩 是一个属于强势整理 我今天早上告诉我的会员 那我说加权股价指数今天大概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但是设量说 那我也告诉我客户 我说今天其实你只要守住18200点 大概都是强势整理没有问题 那今天大盘加权股价指数最低是18216 收盘收18218 小跌作收 那我讲的18200 其实守得很好 过去这几个交易日以来 要封关之前 都是低不破低 高有过高 低不破低 高有过高 所以这个没有疑问 这是强势整理 我另外还讲 我说我们回顾 过去这一个月 我所讲的一句话 我说OTC 我说OTC 它就是看238.35点就是了 所以这个行情 大概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 在2021年 台股今天盘中 还创下18291的一个新高 那明年的行情该怎么做 观察几个重点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看外资其实很罕见的 在封关之前大买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 你把它浓缩 把它放大 我们看到今年一整年 今年一整年 大盘从15000点 这个地方开始起涨 涨到18000点 涨到这个3000点的过程当中 其实外资是怎么样 是卖的 其实外资是卖的 那外资在卖没有关系 但是他在这里开始进行回补 特别是什么 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在今年1月份 大盘在15000点的时候 在679块钱 今天封关 台积电 收615块钱 我们 这样子来看 他如果还原全息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大概还有差不多是 接近50块钱的空间 可是大盘已经创新高了 那么台积电 大盘 之间的关系 外资开始 回补台积电 就证明什么 外资其实他看好是 元月份台股的行情 所以以台积电为首 台积电在南科设厂 带动了房价 台积电宣布在中科 进行2奈米的一个设厂 那代表什么 半导体的一个制程 先进制程 它要留在台湾 所以台湾本岛而言 这么小的一个环境当中 台积电也好 联电 粒基电 那2022年 起码一整年来讲 半导体的一个优势 台湾的优势 还是存在的 所以指数部分 我说为什么 外资在这里 它会回补台积电 我们要先跟各位做报告 外资在今年 在今年是大卖台积电 整年来看 那开始回补 所以 我觉得台积电 半导体的供应链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来做思考 但是 台股的操作难度 只会越来越高 只会越来越难 因为股票太多了 你看总共一千 大概差不多一千九百档股票 那电子股 又分那么多 对不对 你怎么从里面当中 选择最强的股票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我做股票 我只挑最强的股票 因为我知道有行情 你要做最强的股票 它会帮你赚的最多 就算是没有行情 你手中要留的 也是未来会最强的股票 因为只有最强的股票 跟最强的人 才能帮你赚钱 来 我们来看 这档股票光节 其实光节你发现在12月 在12月的上半月 都没有动 可是在12月 从12月中 一直到12月 今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它都见到涨停板 今天12月30号 今天封关日 2021年最后一天 光节盘中 还见到涨停板 最强的股票 那最强的股票 你要想 你最强的股票 你也要领先买 其实在投信作战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思维很简单 他们不见得是买低卖高 买低卖高 不是 他们是一个区间当中 在这地方缓步进行布局 那我们的散户很简单 在股价大涨之前 你就要领先布局 最好的股票 你不是买到涨停板 你是买到那个 这个整理期间 你这个地方你都可以买 你慢慢布局 买到你要的部位 重点是它还没有涨 领先卡位 所以我觉得12月20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坐在这里跟各位讲 我说丁老师过去有些股票 你们没有跟上没有关系 但是 我带你买的股票 我敢公开的时候 宇哥就不怕你们跟 那代表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赚钱 所以12月20号那天 我跟各位讲光洁 我说投信作帐 到23号的时候 都是小涨的 你跟着我上车 你是开始赚钱 你不是一买就套 我讲 我公开了 你敢不敢跟 好的股票领先布局 喷出了 涨停满了 大家都在讲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领先卡位布局 那投信一路帮你抬轿 它就是涨停 涨停 涨不停 它就是等喷出 12月27号 光洁 攻上涨停板 投信一路大买 恭喜大家 对不对 然后创高震荡 礼拜三 再创新高 今天呢 收盘又攻上 盘中又攻上涨停板 好股票就是要先买嘛 那你总不可能等到 今天再去追 对不对 你今天再追涨停板 各位你想想看 差了多久 所以我们带你买在这个转折 这个地方 一个大波段下来 59到85 每个人 你买10张的资金 59万 你不要说10张啦 你买个20张 其实都没有多少钱 10张到今天 涨停板85块9 你不要讲说 卖要涨停板啦 你光这一段 就几乎是26块的空间 那26块 10张就是26万 才短短的几天 11月20号开始嘛 所以现在我跟各位讲 就是股票 最强的股票 在这里它不是最强的股票 在这里 涨到这里来 它是最强的股票 可是你的买点 是在这里 在这里买 你说老师它没有涨 它不是最强股票 没有错 可是当它涨到变成最强股票 今天还涨停板的时候 今天还涨停板的时候 那我告诉大家 那这边 你已经先赚下来 等到全市场都发现说 哎呀 原来丁老师3624的光潜 是目前来讲 全市场最强的股票的时候 对不起 你已经先赚了 那你跟着我 10张26万 30张78万 其实都轻轻松松的 真的轻轻松松的 10张也没多少钱嘛 10张你用现股买 才59万嘛 才59万耶 你用融资买才28万 就五成才28万 你28万赚26万 亲爱的观众朋友 10张59块钱 你跟着我买59块钱 融资一半 你准备28万就好 28万10张 你赚26万 他不是最强的股票 谁是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讲 我带你去做最强的股票 我敢公开就不怕你跟 是不是 就如同跟各位讲 像这光磊也是一样 好股票要先买 真的好股票要先买 你记不记得11月19号的时候 我坐在这里跟各位讲 我拿嘉金 汉磊跟各位讲 我说嘉金 他快创新高 历史新高 汉磊 当时11月19号 在汉磊是已经创历史新高 一个月之前的事情 那我说 那个时候你来买光磊 光磊在这里 这是月线 每一个K线是一个月 光磊的高点在这里 那我带着你底部进场 第三代半导体当中 未来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大家都知道 可是股价在这个方面 谁比较有机会 当然是越低 越便宜 甚至怎么样 别人不知道的题材 那时候我告诉大家 我说光磊 他要改名 跟日雅化合作之后 要全力充斥 第三代半导体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机器很低 所以当时11月19号 跟各位讲 那个时候在50几块钱 对不对 所以好股票就是领先布局 最强的股票 我就做最强的股票 到12月继续涨 震荡整理 再拉涨停 我敢公开不怕你跟 因为我们的股票很集中 所以23再跳空涨停 最凶 最强的股票 然后 当全市场都在讲的时候 那天不是爆量吗 那天爆量啊 27号那天啊 爆出大量来啊 那我跟各位讲 我说 他这边要整理 我说对我而言 对不对 爆量 我们买在前面 先走一趟 你看今天 大盘创历史新高 台海是压下去的 有没有 你看嘛 2340嘛 对不对 一开现在压下去嘛 那各位你再看看 有没有 我们在这里买 那你注意看嘛 我们买完之后 对不对 我们买在够低的地方 你看他创 他爆一个大量下来 是不是又拉回整理 可是你提早买 你提早买 就算压回 你也是赚钱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会赔 可是如果你追在这里 你追在这个地方 你追在这里 这个涨停板打开 我告诉你 下来你赔钱 那赔钱在这里 你一定会被洗掉 你而且是认赔出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最强的股票 你现在看到是最强股票了 可是在这里买呢 他不是最强的股票 我们是看结果 有没有 一爆量 这一爆量是不是又下来 一爆量下来 一爆量下来 所以我想 这个操作 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那我们要做的 其实就是怎么样 2022年 一月份最标股 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好不好 2021已经走入历史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好 来 那我们刚才讲到 接下来台积电的供应链 半导体 那个绝对是法人要全力布局的 因为台积电扩厂 联电营收创新高 利基电老板出来讲话 他说我们产能都不够了 所以整个半导体 从上到下 它的蔓延速度 那法人 元月份来讲话 一定也是锁定这些 半导体的供应链 那半导体的供应链里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晶圆的部分 那晶圆其实 中沙是最 是一个老牌的 提供再生晶圆 跟钻石碟的公司 公司很老 那台积电的中科扩产 它当然 一定会受贿 但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先窜出来了 那我说中沙这个地方 带头带长 那重点在这里 全球最大的再生金元 跟不化金元代工厂是谁 不是中沙 是深阳半 是深阳半 那深阳半 其实你也看 它也是前面都 这个地方都没有长到 都在这个地方整理 然后这个量子 看它慢慢电高 从这里看 慢慢电高增温 开始增温 才刚开始拉出来 8028 深阳半 那当时我跟各位讲 我们做 要做指标 要做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那买完之后 轻轻松松的涨停板 早盘买进 尾盘轻松松的 拉涨停 早盘买进 深阳半 尾盘 攻上涨停板 今天再涨 那也就是说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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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能够领先布局 那大盘在这里 就算是震荡 个股在这个地方 在震荡 可是一点很重要的事情 你买在前面 你不会被洗掉 你不会被洗掉 各位懂我意思吗 我们昨天领先布局 8028 深阳半 今天再度大涨 创新高 已经脱离我们的成本了 好股票就是要先买 买完等涨停 买完之后 等它涨停 涨不停 涨停 涨停 涨不停 未来才是怎么样 变成最强的股票 而不是说 它已经是最强的股票 你再去追它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 越赚越多 越赚越开心 相反的 如果你先买 买完之后等涨停 那你就会开开心心的 越赚越多 越赚越多 人生就是先相信后看见 机会来了 相信就会拥有 丁老师持股一定集中 带进一定带出 那重点是你跟得上吗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你的股票 有时候讲我隔天 一发动作隔天我来不及 所以重点就在你能不能够第一时间跟上 那个讯息其实差一天 不 那个讯息如果差十分钟 都差很多 各位东西 有的时候十分钟的讯息 你等到你看到说股票搞不好已经拉拉拉拉拉 很快就要涨停板了 可是你如果早盘买 你像森阳半价 你早盘买 那你买得下去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股票 那这里面也是一样 森达科 我们快速介绍一下 森达科 所以森达科在这里 我说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森达科 有没有 赚两块九毛三 瑞特标到九十块钱 赚两块三毛二 全讯都没有涨到 投信在这里不离不弃 他这不是做账 他不是结账 他是延续到一月 所以你要小心 215块钱以下 你都买得比投信便宜 这档股票你要注意 毛利率31.83% 每股前三季赚2.83元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机会是自己把握 这档股票五字头的 只有二位数 股价在五十几块钱 他前三季赚三块三毛五 是这三档 这四档 低轨卫星当中 赚最多股价最低的 这就跟各位讲 你要留意 其实另外来讲 像创维也是一样 在这里 高速传输晶片 你看创维6104 今天我们发现到 创维其实他的营收 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赚3.89元 去年全年赚3.69元 他这张整理差不多了 我不敢讲说 马上喷出 可是这档股票 这边不会是高点 创维 这边不是高点 222块钱不是高点 但重点是你怎么跟上 还有你怎么去跟上 新的布局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说股票 你就是要找什么样 最强的股票 2022元月最标股 我所买的都是最强的股票 那你要跟上我最强的股票 你才容易赚钱 所以丁老师告诉大家 来 欢迎大家 加入丁老师的LINE官方账号 这个是破天荒第一次 第一天 也就是2021年之后 2022年我们是用全新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 其实很多人在反映说 他跟不上 他跟不上 那第一时间跟不上又不敢买 那没有关系 我说你在这里 你拿起你的手机 你把它扫描下去 或是在这个节目这个地方 你看到有没有 这边 这个你拿起手机 把它扫下去就好 或是有一点 如果你要自己去 自己加入呢 你要记得 这个at一定要加 133arygs 你不能只有这个 你一定要加上这个 全部都要加起来 at at133arygs 这整个你都要 你都要输入 懂我意思吗 加入语歌最新的标股智囊团 那我相信 以我们的市场团的选股实力 要帮助大家在2022年 元月份做到最强最棒的标股 绝对不是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谈嘛 我说最强的股票 光洁 最强的股票 台亚你都看见了 是不是 所以拿起你的手机 在这里 欢迎各位 加入丁老师 LINE 官方账号 记得 手机扫描这个 好不好 标股智囊团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把这个全名打下去 不然现在有很多诈骗集团的 所以你要记得记得 千万记得 你如果自己要输入 这个at133arygs 一定要输入 好不好 欢迎加入丁老师LINE的 官方账号 跟语歌怎么样 一起来 分享2022的 元月最标股 祝大家 新年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员现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